公元前656年 今天河南衍城附近的原野 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 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 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 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 齐国东临黄海 北靠渤海 有沿海渔盐贸易之变 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 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罢诸侯 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 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俱南方的楚国 在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 齐国装备精灵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 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 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 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在战车和甲氏组成的战争前 楚国使臣屈丸提到了一种叫做方程的防御体系 在他的描述里 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 楚国的北部边界横跟着拂牛山脉 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 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 唯一的进攻通道 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 车上有三名甲氏 一人是孕夫 一人持工 一人操戈 进战则用箭 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 但只适合平地作战 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 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楚国在聚首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官城 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 作为屯兵警哨之所 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 在高山险组合江河为嵌之处 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 山岭小城关爱与连接墙 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山岭小城关爱与香港公司 山岭小城关爱与中国公司 山架小城关爱与国公司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 彩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 正是这些石头雷气的城墙 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 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 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 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 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 但它的前身正是春修时期的楚方程 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 楚方程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 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 随后的一百多年中 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 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 今天济南市长青区境内 保留了一段石块垒城的奇长城 宽度两到三米 高度达三到四米 从春秋时期开始 经过一百七十余年的艰苦努力 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 在起伏连绵的太夷山脉之中 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 东至黄海海滨 全长六百一十千米 沿险共修筑关爱十二处 城堡和兵营五十余处 烽火台十二处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陕西省宜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 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罗魏长城 夯土层清晰可见 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 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风火台的遗迹 公元前四世纪 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 由北向南的长城 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 秦的领地隔绝开来 长城的兴起 无疑是冷兵器时代 军事斗争的产物 战国时期 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 不骑兵协同作战 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 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 出现在战场上 战争的机动性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 原有的孤立城池 以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 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 便应运而生 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 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三个诸侯国强大后 寻找发展机会 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